三十到四十五在這個年齡期間是佔最大部分 年紀過大的或者年紀過輕的 就會隨著年紀小然後隨著年紀大 也會分佈的比例會越來越少 最多就是三十到四十五歲這個族群 尤其是譬如說三十幾歲以後 三十歲以後可能很多男生有落法的問題 他如果又沒有女朋友又還沒結婚的話 他就會開始貪心了是不是因為頭髮的問題 讓他沒有自信讓他交不到女朋友 這個時候就會來新求就醫 女生占的比例比較少大概百分之十都不到 來新求就醫的 我說新求就醫的百分之十都不到 對 老是不 vid兒的 寶貝 認識 聞 intel sy concentration 精卓